中心社中心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龙 我是杨嘉玉 我是谢思逸 我是中国体操队的刘洋 我是中国主重队李发斌 我是王柳毅 我是王千亿 我们在这次巴黎奥运会上 参加了花样游泳集体和双人项目 我会参加了花样游泳集体和双人项目 我一直都在幻想着 我什么时候可以与杨明、刘翔、娜姐他们巨头们成为并肩的存在 终于在这次的奥运会上 我证明了自己 觉得这是我感到很荣耀的事情 我们第一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 这一点是让我非常非常高兴的 第二就是姐姐站在我身边也是让我这份高兴更加双倍了 对 每一次生气我们都会唱国歌的嘛 但是那天的国歌和国旗是为我而生为我而纵 这感觉还是很激动的吧 我还会唱国歌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容易 可能是更多的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这种一种荣誉吧 在竞技体育这条道路上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吧 而是你需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好每一天 这个周期的话确实是挺艰难的 特别是那个67公斤级被取消掉 然后我的好朋友陈立军从67下来 他对我的冲击非常的大 他这一次的话没人来巴黎 然后我也带着他的梦想来到巴黎 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金牌给拿下来的 这次拿到调环的金牌也是对我30岁生日的一个礼物吧 也是希望自己在儿立之年能继续努力吧 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一番丰盛过来的 你所吃的苦一定会配得上你的努力和成功 你所吃的苦一定都不会白费 无论这个结果是在前还是在后 所以大家无论在何时都不要去内 不要放弃 超越红姐的时候我跟她喊了一声加油 她也是鼓励我要顶住了就跟一个传承一样 就是红姐作为一个五届奥运会的元老 引领我们然后就是把中国进走的一个接力棒 交到我的手上 我觉得她长大了 其实她自己也很清楚 她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蛮严格蛮高的 她总是会看着身边的一些大哥哥大姐姐 她们所做的一些表现和事情 所以她还是慢慢慢慢地会成熟很多